再给大家聊聊瓦格纳集团 也可以翻译成华格纳集团 全名为瓦格纳私人军事服务公司 是一个俄罗斯的准军事组织 它被视为一家私人军事公司 一个雇佣兵网络 或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吉米尔普京 曾经的亲密盟友也跟你普利格金 事实上的私人军队 普利格金就是个军阀吧 军阀啊 就类似于这个段祺瑞啊 冯玉祥啊 严西山啊 张作霖啊 张学良啊 这个这个 是吧 吴佩福啊 曹坤啊 是吧 还有那个吴省连帅叫什么来着 孙传芳啊 孙中山啊 蒋介石啊 毛泽东啊 是吧 这个这个 马洪斌 马洪奎 马不方 马不清 盛世财 是吧 这个这个什么 镇松军的刘振华 杨虎成 王家列 是吧 这个成浅 陈明仁 是吧 唐生志 就类似这种人啊 由于俄罗斯官方禁止私营军事公司 该集团 是在俄罗斯的法律之外运作的 瓦格纳集团的运作旨在支持俄罗斯的利益 故该集团从俄罗斯国防部获得装备 换汤不换药吧 表面上说不是俄罗斯的 其实就是俄罗斯国防部 起码关系很密切 并使用国防部的设施 进行训练 训练场啊 等等的 因此有观点认为 瓦格纳集团 事实上 隶属于俄罗斯国防部 或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 格鲁乌 虽然瓦格纳集团本身不受意识形态的驱动 但该集团的各种元素 都与新纳粹主义和极右的极端主义有关 他的领导人有耶夫根尼普利格金 有德米特里乌特金 也有的翻译成吉米特里乌特金 还有安德里特勒舍夫 不是普利格金一个人 他是老大还有老二老三一堆啊 在管理层 他的活跃期从14年到现在 大概9年 他的总部设在圣彼得堡 他的口号是鲜血 荣誉祖国勇气 他的人数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在5万人以上 哎呦 是吧 这两天 这个普利格金不是造反了吗 听说带了25000人进攻莫斯科 但是现在看来他去年的时候 有5万人 但是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应该死了不少人 是吧 最近这半年死了不少人 什么索莱达尔啊 巴赫木特啊 这些地方啊 那么在 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 有8000人 哦 那就是说去年 他扩军扩了很多人 对 我看到好多视频 这个普利格金到 俄罗斯的好多监狱 去征召那些犯人啊 说你们跟着我干 然后你之前的犯罪记录 就一笔勾销了 而且你获得自由了 当然很多犯人 实际上也等不到 那天都死在战场上了啊 到17年的时候 12月份他只有6000人 到16年 16年3月份的时候 只有1000人 14年 14年可能是他开始 最开始创立的时候 只有250人啊 那他的人数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8年左右 他翻了200倍 对吧 2500人就是10倍 然后25000人100倍 然后再乘以2 他翻了200倍 他的盟友 跟他配合作战的 首先有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 就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其次 有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武装 那就是顿捷茨克 卢干斯克 这些地方呢啊 还有叙利亚的武装部队 对 这个俄罗斯正规军 和这个瓦格纳集团 都去叙利亚了 帮助巴萨尔 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 伊斯兰革命卫队 应该是伊朗的吧 啊 这个前两年 他们的一个旅长 圣城旅的旅长 叫苏莱曼尼 是吧 在伊拉克被美国人用那个定点清除的导弹给杀死了 是吧 这个 苏莱曼尼的意思就是叫苏莱曼人啊 这个苏莱曼就是圣经里的所罗门 尼 伊朗人伊朗尼 阿富汗人阿富汗尼啊 中非武装力量 就是中非共和国的一个武装力量 还有利比亚的国民军 对利比亚现在分裂成两支部队了 两大武装力量 一个是宗教的 比较极端的 一个是比较世俗化的 这个看名字 利比亚国民军 我猜 是比较世俗化的那个亲政府的武装 还有莫桑比克的国防军啊 莫桑比克原来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官方是讲葡萄牙语的 首都叫马普托 他的东边隔着海峡 隔着莫桑比克海峡是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叫塔纳纳利佛 马达加斯加人不是纯粹的黑人 据说是马来人渡海过来的 马来人和黑人的那个那个混血啊 莫桑比克的中国大陆 驻莫桑比克的大使馆 发生过仇杀 一个工作人员 是因为男女关系还是金钱呀 把其他的好几个人都杀掉了啊 莫桑比克的中国大使馆 那的武官 是我同学他爹 就是总参三部外事局的 大学里边学这个葡萄牙语的啊 是老家是河北 恒水 南宫 南宫县 现在南宫市的 还有马里的武装部队 啊对了 马里的北部 有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的一个组织啊 然后他们是反政府的 那看来他们是帮助这个马里的政府军的啊 这个这个 看来这个他们的业务很广泛呀 就是这个这个瓦格纳集团呀 他们挣了不少钱 也是吧 当然 他们现在也有对手了 你看曾经最大的盟友 瓦格纳集团昔日的盟友 是吧 这翻脸了 最近 尤其最近一段啊 这个普利格金 一直在批评这个 国防部长邵伊古和总参议长格拉西莫夫 他说 该给他们的武器装备 给他们的弹药 给他们的补给都不给 然后该侧应他们 他们打主攻 他们是主力部队 是吧 然后那个俄罗斯正规军 也不给他们打掩护 是吧 所以后来翻脸了啊 就是说白了 分赃不均吧 狗咬狗一嘴毛 为什么呢 你要打赢了 战利品 乌克兰的领土 乌克兰的财富 可以分配 乌克兰的地盘 现在就不够分的了 是吧 那现在他的对手 就是俄罗斯正规军 还有俄罗斯的FSB FSB就是傻逼啊 就是大傻逼 就是联邦安全局 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啊 前一段还有人说 是吧 最近这个普利格金说了 说这个 普京说的乌克兰啊 如何如何的可恨 乌克兰是纳粹 说都是假的 说乌克兰的政府军 和这个乌克兰东部 被俄罗斯支持的这个 这些分离主义武装 乌克兰政府军从来没有攻击过乌克兰东部的平民 只是和这些分离主义武装啊 这些分离分子分离分子啊 攻击他们的军事目标 那普利格金的意思就是说潜台词 就是说你普京说乌克兰是纳粹 你这都胡说八道 强词夺理 颠倒黑白 无中生有啊 现在还有啊 美国的武装部队啊 在某些地区啊 和这个瓦格纳也是对立的啊 比如说在叙利亚是吧 还有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就是ISIS IS啊 IS主要在叙利亚啊 在叙利亚啊 有一部分是在伊拉克的啊 还有征服沙姆阵线 沙姆 沙姆地区就指的是伊拉克和这个叙利亚 大诸侯而已了 叙利亚有二十多只武装 有阿拉伯人的 有库尔德人的 有土库曼人的啊 有这个这个 逊尼派的 有什叶派的 有阿拉伯派的 有德斗兹派的 有亲伊朗的 有亲土耳其的 有亲美国的 乱极了啊 还有自由叙利亚军 叙利亚民主力量 爱国者变革联盟 利比亚军队 圣训捍卫者 这不知道是在哪 难道在叙利亚吗 难道在利比亚吗 还有伊斯兰后卫 还有俄罗斯志愿军团啊 自由俄罗斯军团 对 最近这两支武装 已经打入了那个 比尔戈德 现在普京麻烦惹大了 是吧 俄罗斯志愿军团 自由俄罗斯军团 从乌克兰这边 袭击比尔戈德 现在这个 瓦格纳集团 又占领了顿河畔的 罗斯托夫啊 不是罗斯托夫 那个罗斯托夫是 亚罗斯拉夫尔州的 这个顿河畔的 罗斯托夫是 罗斯托夫州的啊 还要进攻 莫斯科 是吧 他们参加的战争 你看 哦 包括14年 对14年 那次兵部雪刃 然后有很多士兵不说话 站在街头 那次占领 那个克里米亚 其实就是瓦格纳的啊 还有顿巴斯的战争 包括14年的 伊尔七六被击落 伊尔七六 伊尔七六这种飞机不是 不是不是这个 这个苏联造的吗 是吧 也是民航的是吧 还有捷巴利为彩 捷巴利彩为战役 这是哪 反正这个名字 捷巴利彩为 也像是东欧地区的 还有布查战役 布查大屠叉 布查战役 那个布查大屠叉 杀了好几百个平民 不是说是布里亚特人干的吗 就是俄罗斯 西伯利亚南部的 那个那个贝加尔湖 东侧的布里亚特人 蒙古人干的吗 赫尔松战役 赫尔松 一个州 OK 巴尔米拉攻势 巴尔米拉 巴尔米拉是叙利亚的一个地方 这我知道 大马士革刚行动 苏丹内战 他们也介入了吗 苏丹内战 那是前几年呀 是吧 苏丹不是已经分裂成南苏丹和苏丹了吗 是吧 后来南苏丹内部又打起了 中非内战 二次利比亚内战 苏丹革命 委内尔拉总统地位的危机 那不是查维斯和那个伊瓜拉吗 是吧 叫什么 查维斯 不对 查维斯死后 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原来是查维斯的那个司机 那大高个 马杜罗 对吧 马杜罗 马和罗子 马杜罗 和伊瓜拉 好像叫什么 伊龟拉呀 是吧 争夺 还有莫桑比克的伊斯兰动乱 还有马里战争 哎哟 可恶 可恨 好了 到此为止 就聊到这儿吧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